Hi 大家好我是微星本集是巧固球特技的第三集 將會介紹到巧固球的玩法還有場地中現代表的涵義以及網子的擺放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巧固球的球網它是擺放在球場的哪個位置 你可以从图上看到很明显 为一个巧步球全场的一个场地大小 是一个长方形 而球网是摆在长方形框边的两侧 可以从图上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球网前面的一条半圆形的三尺线 我们称为这个叫做禁区 什么叫做禁区呢 禁区就是防守员在进行接球 就是防守的时候不能越入此区 或者是踩到线进行防守接球 而攻击方呢在进行攻击时 不能越入此区做攻击 或者是踩在线上做攻击 都是犯规的行为 而攻击方这边 他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他将球打向网之后 必须将球要让球弹出 这条半圆形的三尺线外 而防守员并没有接到球 这样才算得分 如果球落在这个半圆形的三尺线内的话 就算失分 也就是说防守方这边是得分的哦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 从这张图中你可以看到 线的名称就比较多元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进区 进区就是我刚刚所介绍的 而端线呢就是底线 底线这边的界外线 边线呢顾名时宜也是界外线的部分 而有效区呢就是界内啊 然后中线这边我要多做一点说明啊 中线是巧顾球比赛中全场特有的规则 什么叫中线呢 它的含义在表什么 中线呢就是发球者啊 必须让球传到另一个半场 且接球的人必须在另外一个半场接到球后 才可以选择回传做攻击 或者是传到另外一个半场进行攻击 而如果没有传过这个中线的话呢 你只能选择顺向攻击啊 除非后面有补回去那个中线的部分 要不然你只能做顺向的攻击 这个是巧顾球全场中比较特别的规则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下一个是休息区啊 就是球员休息的地方 而替补均又就是换人的地方 接下来呢这边我要多做一个补充啊 我在巧顾球特辑第二集当中 我介绍到巧顾球的比赛用地大小 是一个长40公尺 宽20公尺的一个长方形 我补充一下那个是指巧顾球的全场场地的大小 那半场的场地大小呢 半场的场地大小你可以从图上看到 是一个15到20公尺的一个正方形啊 对这是我要多做一个普通说明的地方 来到影片的最后呢 当然是来介绍巧顾球的玩法啦 巧顾球呢就是要拿球去丢网子 让网子将球弹回来 帮进行留言 然后这个是巧顾球的一个大概 它的原理以及玩法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请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帮忙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